词曲 李宗盛 如何处理家庭关系问题 特别是重点讲一讲 如何处理夫妻之间的关系问题 就是夫妻之间 怎么样能达到和睦 达到美满 这个问题 我是作为一个反面教员 用我的切身经历 讲给大家听 无论是经验也好 教训也好 对每个人来说 都是宝贵的财富 我讲别人讲不清楚 我就讲讲我和我老伴 这44年是怎么过来的 有哪些经验 有哪些教育 供大家参考 首先我说说 我和我老伴的婚姻的姻缘 前几天我曾经简要的说过 我和我老伴是初中同学 高中同学 他高中念了一年级 就不念了 就上工厂去当工人了 我老伴是独生子 从小教生惯养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他的性格就属于争强好胜的那种类型 父母教惯他 教惯到什么程度 我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 我老伴比我大三岁 为什么我俩最后能到一个班级去学习 因为他读书 是倒着读的 怎么个倒着法呢 从一年读到三年 三年读完了应该生四年了 但是爸爸妈妈 尤其是妈妈 怕这个宝贝儿子累坏了 怎么办呢 不但没降一级 而是又回一年级重新读的 所以这样 这不就前后就差了三年吗 也可能就是这个姻缘 使我俩成了同班同学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他要正常的读书 他肯定高我三个年级 那我俩就不是同学了 不是同学呢 就可能就没有这段姻缘了 也可能就是这么安排的吧 就是这个缘分吧 就是我俩成了同班同学 高一读完了以后 他进工厂当了工人 因为他的性格就争强好胜 什么东西都得依自己的意见来办 那你走上了工作岗位 走上了社会 不可能人人都依着你 你在家里 父母可以医治你 你到工作岗位以后 不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他就遇到了很多不顺心的事 不知不觉的 他就得病了 就得了这个精神病 是怎么发现他得了这种病呢 一开始你说那个时候 人们对这个不是太明白的 他非常爱运动 爱打篮球 我现在有时候跟老伴开玩笑 我说你真是一个人才 但是没得到发挥 我说你自然条件不行 我老伴说怎么个不行 我说你爱打篮球 打篮球打得那么好 投篮那么准 满场飞 但是有一条 你不具备打篮球的那个条件了 他说啥条件 我说腿短 我老伴现在经常不服气的说 有佛友上我家 他说你看我俩谁高 佛友当时当然就实意求是说 说我刘大姐高 我老伴说不对 你咋看呢 我比你刘大姐高 实际现在真正的比起来 他确实没有我高 但是我一直说 我说我老伴高 我老伴高 我说主要我显个 因为我腰板留职 显个我没有他高 你就得这么说 来安慰他 就在这样的事情上 他都要给你整个高低 所以这些年 我已经养成这习惯了 我什么事我不跟他争 他爱打篮球 然后呢 就是在一场篮球比赛中 两个队 他这个队上半场 赢了六分 那就是赢了三个球呗 我对这个运动 一点也不内行 上半场赢了六分三个球 下半场把这六分输进去了 又输了两分 这不就又输了一个球吗 这整个整场比赛 那他这个队就输了呗 当时他在篮球场 就气抽风了 抽的大家都没法办了 当时就给抬到医院去了 抬到医院吧 当时是一个老大夫 我记得个不太高 那老大夫有个特点 就是他手吧 是又宽 又短 大骨结 所以我认识非常深刻 好像大夫姓 姓于大概是 这老大夫就问 送去的人 说他怎么的了 谁也说不清楚 说他个篮球场 打完球了 他就抽了 这老大夫就用手 就按他这个人中 按也按不行 后来这老大夫吧 因为很有经验 人就用语言来启发他 说你是不是有什么委屈的事 你跟我说说 我能帮你忙 就这么一说的时候 他哇就哭了 我输两分 他输两分 然后就人家就问 说他怎么回事输两分 送的人这回明白了 说打篮球 他带那个队输了一个球 那不是两分吗 就这么的 从那以后 就逐渐逐渐 就那个精神病的那个状态 就反映出来了 后来不就是 严重的时候 就得把家里那个玻璃窗的镜子 屋里照人的镜子 全都得拿牛皮纸糊上 因为不能见人 见人都是个特务 就是他在镜子里看见自己 也是特务 他也不认识自己 就到这种严重程度 就是因为我老伴 得了这种病 他的父亲看了他半年 老人家就高血压了 还有一个老母亲 身体状况也不是那么太好 毕竟老人都年龄大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所以我想 你总得有人管他 不能像其他的精神病人 在街上流浪 那个脏气息的 非常可怜 另外你想 两位老人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如果这个儿子要是不行了 或者不存在了 两个老人肯定也就跟着走了 这整个家庭就没有了 所以我想 我能帮他什么 我就帮他什么 再说我们同学在一起唠嗑 就说 素颜你最善良 你嫁给他 你伺候他吧 那我说我就嫁给他吧 我就上他家 跟两位老人说 我说我嫁给你儿子 我照顾他 你们两位老人不用伤心 当时两位老人都哭了 说我们孩子 我们不能看你跳火坑啊 这个病啥时候能治好 能怎么样都不知道 我说没关系 我陪他 就这样 所以我结婚那年是21岁 要按照我家的条件 我在家是老姑娘 我爸爸妈妈也特别疼爱我 那我不可能那么早结婚 但是为了照顾他 因为什么呢 照顾他 你不结婚不方便 他竟钻高粮地 包米地 钻到那个地里 装在一挡 看不着人 没有特务 安全 所以那你说 一个大姑娘 一个大小伙子 成天钻高粮地 包米地 那怎么办呢 没办法 所以就21岁 我就跟他结婚了 结婚以后 我就基本上是半天上班 那个时候我在小学当老师 然后半天陪着他 精神病人跑得特别快 不是说我领着他 上哪 他跟我上哪 而是他领着我 往那跑 我给后面追到他哪 就是这样事的 有一次 看见一片麦子地 那个麦子吧 是有点发黄了 但是没成熟 他就说 他说你看 这么一大片麦子 都成熟了 没有人来收割 雷锋都哪去了呢 咱俩做了一封吧 咱俩帮着他收个麦子 我说不行 这个麦子没熟呢 他熟了 那你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再跟他讲了 他说熟了 你就得说 对熟了 那怎么办呢 也没有刀 就拿两个手去薅这个麦子 给人家一片一片的薅 薅完麦子说 好像是没熟 搁着吧 薅出了麦子 就给人放在那了 然后就上那高粮地 高粮地那个脑袋 没穿出来之前 不是就是一个小包包吗 我们北方人 管那个叫污名 我不知道咱们 其他地区管那个东西叫啥 还没穿碎呢 他就说 这个东西最有营养 然后就 拘下了一大抱 抱着 回家跟他妈说 这个东西最有营养 你赶快给它护熟了 给送人吃 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 我记得就这么大一个小锅 烧灶坑 还得先架半子架煤 就是那种锅 然后那老人不敢不做呀 就天上水就把这个东西 一扒一个乌面头 一扒一个乌面头 就这样的 有的是那碎碎 那不还没穿出来吗 后来乌好了以后 他妈妈说 说这个东西不好吃 你吃了以后 你让他吃了会把他要死的 他说那能要死他呀 那不吃吧 就扔了 就到那种程度 所以现在回头来再想 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自己都有点后怕 如果这个问题摆在现在 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我不知道 那个时候如果是他吃药 那天我说了几句 都得我先吃 我吃他做着丑 待会问我死没死 我说没死 是给你治病的 他才能吃 所以他的所有的药 我都得 那都不是品尝啊 那得带他吃 就这样一代我说不行 说治病 治这种病的药 人吃了要发胖的 对身体有害 我说有害我也得吃 反正也可能是 我的一片善良之心 感动了天和地 我的体型没有任何变化 他们后来同学们开玩笑说 你看你现在咱们班里 你最苗条 你的身材最标准 从你那时候帮棉花 吃了那么多药 你咋没改变体型呢 我说那个上苍不让我改变体型 让我给大家做样子 你看好心肠 最后得的是好果报吗 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和我老伴这不是结婚 结婚那天 你说我在家老姑娘这么叫声惯养 爸爸妈妈那么疼爱我 眼看着老姑娘嫁一个精神病 连人都不认 你说怎么办 父母的那种疼爱子女的心 我当时不完全理解 所以我就自己做主 这不就把自己嫁出去了吗 我结婚那天从家出发 是什么样 我就一身衣服 各身上穿着 其他的我连个小包包都没有 人家结婚都有什么陪嫁呀 都拎几个包啊 我看还端着盆啊 盆里装什么东西 上面还盖着红布啊 我们北方都有这个习俗 那时候我结婚那天 这些通通都没有 我就是空手一个人 身上穿着一身衣服 我连个换洗衣服都没有 我妈不让拿 都给我没收了 就因为不同意这门婚事 从我家走到我丈夫家 大约需要二十多分钟的时间 我的几个好朋友 送我去他家 从我家一出发 我们在前面走 我妈在后面跟着 一边哭一边骂 一直送到我丈夫家的 那趟房的房头 才罢休 回去了 这是结婚那天 结婚一个月 那可真是给我过满月去了 我妈妈来了 上我家来了 把门帘窗帘全都死掉了 那个盆啊 碗啊 碟啊 都摔了 摔的满屋都是那碎 碎茬子 当时我公公婆婆 一生都不知 两个老人坐在炕上 就瞅着我妈摔 完了还劝我 小云别着急 哎呀 老人心里有气 发泄发泄吧 摔就摔了吧 撕了就撕了吧 就这样 我妈也骂够了 也撕完了 也摔完了 回去了 我丈夫在后面送我妈一边送一边说 他管我妈叫大婶 大婶啊 别生气 别生气 就这样事的 给我妈送过房头 我有了第一个孩子 我妈妈就不允许我丈夫进我家家门的 我家姑娘 我家姑娘三岁的时候 我老伴第一次能走进我娘家的家门 因为什么呢 我妈不认这个女婿 不承认 所以不允许她上我家 我回家的时候 她帮我抱孩子 抱到我妈那个房头 把孩子递给我 她扭车就走了 后来我用什么办法让我妈承认了这个女婿 我说妈 你看这孩子可爱不可爱 我妈说 哎呀 是挺招人喜欢的 我说你喜欢她 你就得喜欢她爸 没有她爸 怎么能有她呢 就这么点一点一点渗透 最后我妈默许了 但是那话始终没说 说我承认她了 她来吧 这话我妈始终没说过 我就跟我丈夫说 我说现在我觉得差不多了 咱们试一试 你跟我一起进屋 你看看我 我妈有什么表情 如果老太太还不允许 你扭头就走 别惹老人生气 老人家不说啥了 你就大点脸 咱们就给她赖着 就这样事的 就我老伴第一次进我家门 就是这么近的 所以就这么一个婚姻 我婆婆公共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他们始终是把我看成是恩人 他们就觉得这么好一个孩子 你说嫁到我家 太委屈了 所以老人从我过门 一直到老人去世 始终我们是在一起过的 关系都处理得特别好 老人对我好 我就觉得我父亲母亲对我 甚至都不如我公公婆婆 对我好靠 就是想的那么周到 就是这样 所以我说人心比人心 我和我老伴就是这么个情况下 结合的 我那个时候 说实在的不懂什么爱情 完全是一种同情心 怜悯心 很简单的一种 淳朴的善良的心 就觉得我照顾他 就是这样 那后来结婚以后 他这个病是有多种反应的 他和正常人思维不一样吗 他要说这个东西怎么回事 你就得说是怎么回事 他要说鸡蛋是树上结的 你瞎话你就结吧 你说对 那上海有伴呢 你就得这样顺着他 那你说 我在家里 也二十来年养成的脾气 那是在家里都是 我爸爸妈妈姐姐 都是顺着我 你说我嫁出去以后 我就必须得顺从我丈夫 一开始特别不习惯 就想跟他争一个 自无毛友 谁对谁错 不行 争不了 有一次我记着 我生了那个老二是儿子 他抱着我儿子 我俩不因为什么 几句话就说崩了 说崩了以后 我眼看他就开始 那个白眼珠往上翻 这不在怀里还抱着儿子呢吗 我一看大事不好 我一个手抓他 一个手抓儿子 你说他那么大个坨 你说这个儿子小一点 我那滴露动 他我滴露不动啊 我就把儿子滴露到手了 没摔着儿子 滴露他反正也减轻 他摔的那个力了 他就躺在地上了 当时他穿着一个白袖的短袖布衫 他这么一躺的时候 就哗一下就把 我家有个大浴缸 上面有个小浴缸 他就把那个小浴缸 就滑了到地下去了 这个整个都摔碎了 连鱼带水带玻璃茶 满地都是 他一下子就躺在那个上面了 他一抽的时候吧 他能颠听老高 这个时候我就怕 被磕着他脑袋 我赶快把孩子放在一边 用了这两个手 拖着他的脑袋 那我就顾不了他的身子了 他后背啊 这个一颠一颠的 就后来他这整个 这小白布衫的后面全是血 因为啥鱼刚碎了 他在那上颠的 我只能护着他头啊 就是这样 从那以后我就想 哎呀 他是这样一个人 你干嘛要跟他争对错高低 以后他全是对的 就是这样 但是心里不是很舒畅的 但是我知道 我跟他降降不出来 一个什么礼表来 所以后来我逐渐的 我就不跟他降去了 但是那个时候 比较轻松在哪呢 孩子老人带 我就上班 他上班也经常出差 他是搞供销的 经常出去住债 就是这样见面的时候 不是太多 他一年大约能有 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外面的 所以这样吧 矛盾就不太明显 你后来就矛盾就明显了 为什么 都我有病了 不上班了在家 他提前病退了 所以这样就每天都要面对了 这个时候很多矛盾 就凸显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就心里吧 有几种呢 一是委屈 就觉得 哎呀 这人的一生真是太不容易了 这个婚姻问题真是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 真是痛苦一生 另外有怨气 就觉得我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 我委屈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99年病重以后 2000年初 2月25号 第一次住院吗 住院以后 57天以后 不就出院了吗 人家医生说 治不了我这个病 你不能打针 不能吃药 医院没有别的办法 我就出院了 出院了 我姑娘不就是想带我到北京去看吗 这个时候我心里没底 我不知道我这次北京之行 我还能不能活着回来 因为那个时候我病特别严重 我就想 让我老伴跟着一起去 我为什么这么想呢 因为我姑娘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 她毕竟是一个孩子 如果我出去了 我要是死在北京 你身上一个孩子 她怎么办 那下也得把她吓坏了 这只是我心里的活动 我不能跟任何人说 我就跟我老伴上来 我说老伴啊 上北京去给我看病 从着咱们三个一起去呗 她说我不去 她不去 然后买票的时候呢 就买了两张票 我一张 我姑娘一张 我临出发那天 她送我上车站 我姑娘在车站跟她爸说 说爸呀 你去看看 卖票那地儿 那个现在这趟车 还有没有闲票 要有余票 你再买一张 咱们一起上北京吧 我估计这个时候 孩子心里也没底 但是她也不能说 然后我老伴去了 看了一圈回来了 告诉我 有票 我没买 我不去 还是不去 那没办法 就我姑娘 我俩去了 所以这一路吧 我真是心里 真是很堵的 在我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 真是希望丈夫 能扶我一把 我有个 哪怕我靠你肩膀 我靠一靠 我休息一会儿 我都觉得很幸福 但是这个危机关头 我老伴没有这样做 所以我就这个事 对我刺激特别大 我特别特别伤心 但是我没有恨心 我就觉得挺伤心的 这样回了以后 回了以后 就是那个时候 我那手都像鸡爪似的 伸不直 也钻不上 那熬那棕草药 也挺麻烦的 是不是 你还得呼来 得看着火 然后怎么往外 往外蹬那个药汤 就这些个工作 就孩子们不在我跟前的时候 全都得是我自己做 那个饭我得做 屋我得收拾 就是这样 所以觉得特别委屈 然后 我老伴又做了一些 就是让人很难忍受的事情 我那个时候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委屈到什么程度 我那天我说了一句吧 我为什么上 葡萄山 我抽了一个 签 这就是 如果那次 我要不抽那个签 可能我真是 我就找个地儿出家了 我当时 想了这么几条 第一条 出家 我眼不见心不烦 我一心八火要出家 第二条呢 我曾经想过自杀 当时我家住的是七楼 我们家前面面临的那个街道 是我们哈尔滨比较繁华的街道 歌星街 这一面呢 就临着中山路 我们家住那个地方 是属于比较繁华的地区 我家住在七楼 两个屋和亮台 都是面向阳的 都是朝南的 有一天 谁都没在家 就我自己在家的时候 我就站在亮台上往下望 我就想 我要现在从这个亮台上跳下去 一分钟之后 在这个世界上 我就不存在了 我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了 我也不会伤心了 我就这么想 我为什么没有跳下去 如果说按我的性格 我完全可以跳下去 我不怕死 尤其病到那种程度 又这么很绝望的情况下 我为什么没跳 我告诉你 我想了什么事 第一条 我一下子想到 我家佛堂 我供的佛 如果我现在从这个地方跳下去 我家不可能一个人不来 人家来了以后 我首先会发现 你家是供佛的 就是念佛的人 供佛的人 怎么还能跳楼自杀呢 你说人家看了我这个样子 谁还敢信佛 所以那个时候 说实在的 我要是自私一点 我不管 我一了百了 那完全我可以跳下去 这是我第一个想到的 第二个想到的 想到我学生 我从六四年参加工作 当老师 小学中学我都教过 那么多学生 一听他留老师跳楼自杀了 一是我学生接受不了 另外我学生可能饶不了我老伴 那会去找他拼命的 因为我知道我学生和我的感情多么深 真是这是第二个想到的 第三个想到的 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在单位工作 那可以说咱不会来事 那方面咱不会 但是工作绝对是认真的 那在省政府工作 我是接触人少 但是据说前楼后楼的 你都认识我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大光荣板 正对着四楼主楼梯的那面墙上挂着 我们那个光荣板上有大照片 我是大照片里最中间那个最大的那个照片 而且是连着三年 所以是不管是本楼的还是外楼的 还是各地市来办事的 一上四楼首先看到的是我们那个光荣板 这下子那不得轰动啊 全省都得轰动 人说省政府谁谁谁跳楼自杀了 那可是有轰动效应了 所以我就想 你是政府的 咱不是大官 毕竟你还是个小官 一个政府的官员跳楼自杀了 怎么解释 没法解释 所以就前思后想吧 再想 我跳下去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因为我们那是繁华街道啊 那底下全都是那个门市 都是很高档的门市 我要跳去 我就掂量着我能摔在什么位置 然后我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那我们那个气楼是比较高的 那肯定是大概脑筋都得摔出来 那鲜血淋漓更不用说 那多惨 我自己死了 我自己死了无所谓 我不知道了 那时候我还以为我死了就是死了死了了呢 我就想 你说你这街上来啦往往的人 每当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心里犯不犯个样 是不是 人家曾经看见过就这个地方 曾经楼上掉下来摔死一个人 你说我影响多少人 也可能这也是我的一念善心吧 就因为这几个理由 所以我没有跳下去 我就活过来了 活到了今天 如果说我和我老伴 那个时候的关系没处理好 我不认为是我自己哪做的不对 我都把它归罪于我老伴 所以这样 问题迟迟解决不了 我非常非常痛苦 我告诉你们 我们两个曾经要离婚过 我那天中午跟大家闲唠嗑的时候 我说了一段 那个离婚是怎么个程序 我不知道 我老伴提出来了 说咱俩离婚吧 我说那你要是想离就离吧 我说怎么个离法 他说你你起诉我 我不起诉你 我不知道起诉的概念 我说怎么个起诉法呢 他说那你咨询咨询 你打听打听 我就打听我一个老同事 我打电话 我说大姐啊 明华要跟我离婚 我得上哪去办手续 怎么个起诉法 我大姐说你等着 我给你找个参谋 就他的姑娘 他说你跟你刘姨说 我跟我大姐说 我俩要离婚 我大姐一句劝的话都没有 后来我大姐说 离吧 早都该离了 我们都不忍心让你遭这个罪 就这样事的 然后那孩子就告诉我刘姨 你上十字街有个法院 上法院进楼往哪边拐 上二楼 有个窗口 要一张表 填表 然后交给他 我就去了 这不就告诉我地方了吗 我就去了 去了人一个小窗口 一个男的 搁那窗口里坐着 我说同志我要表 他说你要什么表 我说就离婚的那样的表 起诉的那样的表 他就瞅着我 说谁离婚 我说我离婚 他就搁那小窗口 就给我递出了这一张表 我拿笔吧 我就站那边我就填 他说你那个笔不行 是有笔 你得用钢笔和碳素笔填 我说那我拿家去填完 我再送了行不行 他说可以 我就把这表拿回家了 拿回家 我就坐在佛堂那屋 就把这张表填了 填到那个离婚理由的时候吧 我就直截了当那天 性格不合 生活方式方法不一样 这就是我的离婚理由 然后涉及到什么财产分割 怎么怎么地 我就填 我净身出户 我啥都不要 我这张表我就填完了 填完了 我说老伴 我给你念念 你看行不行 我就坐在他跟前 我就把这张表 我就给他念了 念完了以后 我老伴说行 挺好的 你送去吧 然后我就把这张表 下午我就送到法院去了 往法院说得交五十块钱 我就给你交五十块钱 人家告诉我 说这两天别出门 各家等着传票 我说穿谁啊 人家说那谁离婚 穿谁呗 我说穿一个不行吗 我说我老伴要离婚 你穿他呗 你别穿我 他那俩人离婚 那必须得你俩都来 我说那我就搁家等着吧 我回家我就告诉老伴 我说近两天先别出去 等着传票 完了好去办手续 我老伴说行 我这个事就到此为止了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一天突然的 我农村的外县的一个弟弟 还有我室内的两个弟弟弟妹 一起上我家来了 一开门 我还挺奇怪 我说你们开会了 咋一起来了呢 完了他们进屋就坐那了 说听说哥哥嫂子要离婚 我们看看 来看看 完了我说谁告诉你们的 你们怎么知道要离婚呢 完了我当时就想 一定是我老伴说出去的 他要不说就我俩知道 那这些弟弟妹妹怎么都知道呢 完了后来我弟弟就说 就问他哥 说哥你真要离还是假离 你要是真跟我嫂子离 我们支持 离婚以后 我嫂子的事归我们管 你的事和我们没关系 因为这些弟弟弟妹 都是我老伴这面的亲戚 就是我弟弟的父亲 和我公公是亲哥们 但是这些弟弟妹妹 都对我特别好 就这么说了 我老伴一生不值 完了后来 我那弟弟就给他 叫到另外一个屋 就想单独跟他唠唠 我老伴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把弟妹也都招呼进去了 你说按正常人 是不是这事怕弟妹听啊 就跟弟弟说说呗 没有 他把弟妹叫进去了 他们哥哥 我们在厅里 待了一会儿 你进屋两个弟弟啊 待了一会儿 我老弟出来了 气得小脸辣白 没救了 没救了 就这样是的 哎呀 我说你生啥气 你哥哥那啥脾气 你还不知道吗 就这样是的 完了待会儿 把那个脾气最好的弟弟 也气跑出来了 无可救药 无可救药 都无可救药 完了就拽着他媳妇 走走 不管了 回家 完了 媳妇就拽着 说你看你干啥来了 你看没能劝好呢 你生气啥了 完了就这样 就把那个弟弟又硬摁住了 后来弟弟就问我老伴 你就告诉我们一句明白话 你到底离还是不离 你要离 你们该咋办手去 咋办手去 你要是不离 明天我去 把那个起诉书拿回来 我老伴就说了一句 按你的意见办吧 他没说他啥意见 跟弟弟说 按你的意见办吧 我弟弟说 按我的意见办 就是把起诉书拿回来 完了就这样 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我弟弟就去 拿这个起诉书 结果没有本人去不行 你必须得本人去签字 你才给你退这个书 就这样都闹到这种程度 还有一次 真是把我气到 就是到一定程度了 我给我一个好朋友打电话 我说这个日子过不了了 我要离婚 我那好朋友电话那边说 快点离快点离 一天都别跟他过 就这样说的 说完了以后 我这好朋友问我 他说书云我问你一句话 你一定要正面回答我 我说你问我什么 他说如果你俩分手以后 明华有什么事情 你能不能像路人一样 不闻不问 我不管和我没关系了 我说我做不到 如果他真遇到什么难事了 我要是知道了 我肯定会去管的 我这好朋友气的说 拉倒拉倒拉倒 离什么婚 我就知道你不行 你那心那么软 能狠些心了吗 拉倒就这么将就着过吧 完了他就上我家来了 因为那个时候当时我 我气的我上我儿子家了 我这好朋友上我儿子家 说书云不行 我得给你送回去 我跟明华谈谈 完了我们就一起 回我自己的家了 一进屋 我老伴给家了 我这好朋友和他也熟啊 劈刷给他一顿打 给我老伴揍了 完了以后我老伴也没生气 我好朋友说你太不适合物了 你把我们孙云诺 气不到啥程度了 我得给我好朋友出出气 就这样 就这么点 这不是两次闹离婚 都没离成 所以说没离成 对了还是错了 对了 离婚不行啊 你那个缘你不了 你就离婚了 你就行了了 了不了 所以现在和谐了 你说多好 由那样一种状况 发展到这么一种状况 天壤之别 我告诉你们怎么变的 首先 我找我老伴的优点 我虽然不跟他叨过 但是我默默地 我在找他的优点 第一条优点 就是我跟他不能比的 非常孝顺 无论是对他的爸爸妈妈 还是对我的爸爸妈妈 都那么孝顺 就这一点太难能可贵了 他孝顺到什么程度 我妈妈不是好几年都没让他进门吗 不认这个女婿吗 到我妈妈病重的时候 我记着 我和他一起去照顾我妈妈 为了让我爸爸晚上好好休息 因为老人家白天照顾一天太累了 我们家住的是炕 就是有炕烧 有炕头 完了当时 我爸爸住在这一头 我挨着我爸 他挨着我 然后我妈在这面 为什么这个顺序 他为了让我休息好 他挨着我妈 我妈一有动静 他马上起来 那时候我妈一天晚上 就说要尿尿 得多少次 二十次都是少的 你说这个觉能睡吗 一说要尿尿 他赶快下地 把那个尿盘拿上来 把我妈揉着坐在尿盘上 他可后面 用身子靠着我妈 让我妈依靠着他 有时候一坐一个小时 他也不说他尿 还是没尿 你还不能问 什么时候我妈说 尿完了 把我妈放下 把尿盘拿去 有时候甚至一滴尿都没有 他那个 我妈到最后 就有点 像老年痴呆似的 就这样 所以这一宿 他就是抗上抗下 抗上抗下 基本上叨弄这一宿 从来没有烦过 我说咱俩换换地方 你睡半宿 我来看我妈 他说不行 你明天上班 你累 你坚持不了 你说是不是个大小子 就是我这样照顾我妈 把我妈感动了 就这么多年 我妈虽然让他上我家了 但是不搭理他 那人说话都带刺的 都没有好气跟他说话 就是这样 他把我妈测混的 我妈感谢他了 怎么感谢的呢 我妈林去世的头一天晚上 那个嘴巴稍微都有一点歪了 说话都不清楚了 就像外语似的 我都听不懂 我姐姐当翻译 我姐姐把耳朵贴在我妈嘴边 听我妈说什么 完了我妈说了一句什么 小华是好人 我丈夫叫刘明华 我妈说小华是好人 是不是对我丈夫的肯定 这是他在临终之前 可以说是最后的一言 所以你说我听了以后 我高不高兴 我老伴他高不高兴 他心里很安慰 老人家终于承认我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给他总结第一条 他非常孝顺 第二条 他很善良 他没有那些恶心 歹毒的心 真是很善良很善良的 所以有些时候他说话 叫人不太好接受 但是我知道他的心里 是怎么想的 他有时候就说出来了 他不一定能做出来 甚至你真是要跟他说说 你这事你真想这么做吗 他说我也就说说而已 就是这样的 再他心应该说比较大 比较大量 你比如说因为他本身是精神状态 不是那么太正常 他跟家里相处的时候 家里人理解他 但是到工作岗位 人家不一定理解他 所以有些时候 有些个比如说包括领导在内 人家不会那么太理解他 从我结婚到他退休 基本上有七八年吧 他没有上班 没有工资 为啥领导把他打赴回家 不给他安排工作 不给安排工作就没有工资 所以就这样 他就是在这个问题上 他能不去做不去闹 和我有一定关系 我一直劝他 我说靠我的工资 咱们可以生活 不要去找领导 就是这样 这些年就比较平静的过来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他要去找领导去作去闹去 那我也控制不了他 那精神病人要是闹起来 那不是你 谁能控制他了的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现在我就想 面对他目前的状况 我特别安慰 他现在就是 我俩是92年一起皈依的 一起念佛 他现在就告诉我 他说老伴你不用为我着急 他说西方极乐世界 我一定能去 告诉我 你精神要是成佛了 你第一个要感谢的是我 是我祝你成佛的 所以我现在 我就给他总结第三条 我老伴是我的大善知识 他是阿弥陀佛派来的特使 他给我出那个难题 别人出不了 我要是花钱上道上 我说雇几个人 说你们来给我出这题考考试 不见得 能出他这样的题 也不见得能请得来 你那个时候想不通的时候 你就解他 怎么出这么难的题呀 真是让你难以过关呢 尤其是作为一个女人 最难以承受的事情 就那样的关 我可知道 那种痛 那种痛苦 是什么滋味 但是 现在我一关一关的 过来了 我告诉你们 过关的感觉是什么 尤其是你最过不来 那个关 你过来以后 你那个心情 那个愉悦呀 用语言难以形容 那个轻松啊 过不来的时候 真痛苦啊 你们我不知道 住没注意 我这面耳朵下面 有一块斑 这面耳朵下面 有一块斑 这就是那个 红斑狼窗 这个两块斑 是怎么起的 08年 一个亲情的关系 一个问题 我没有处理好 我就陷进去了 陷进以后 不能自拔 那个痛苦 形容形容 就像什么 就像一把 双刃的利剑 插在我心上 一会儿这么搅和搅和 一会儿这么搅和搅和 那个心疼 我真知道 什么最难放了 亲情 我生死关 我过的时候 我没有这么痛苦 我觉得比较轻松 我过来了 就这个亲情关 我08年遇到的这一关 我告诉你们 视线 佛菩萨慈悲 提醒我了 我昨天不举了两个例子吗 往生的例子 一个是张荣真 一个是齐树杰 这两位大菩萨 就在我遇到的这个难关 没有显现之前 他们两位大菩萨 先后来提醒我来了 非常奇妙 有一天 早晨我拜佛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谁要和我说什么的 但是我又看不着 这个时候 就是谁回来了 那个 齐树杰 就我昨天说这个 我们刁具师的丈夫 他回来跟我说了几段什么话呢 他第一段话跟我说 他说 按世俗的称呼 我还叫你刘大姐 我是谁谁谁 把名都报了 这是第一段话 第二段话说 我确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在阿弥陀佛身边 什么品位 他的法号是什么 就是那一次告诉我的 第三段内容就告诉我 他说大姐 你今年有一道难关 特别难过 会让你非常非常痛苦的 可能你都会感觉到 你过不去了 但是你一定能过去 说大姐 你这关过去以后 你就升了好大一个层次 这是齐树杰 点唤我的 然后隔了两天 就我第一个送往生那个张荣臻 还是以这种形式 说的是同一件事情 告诉我 你有一道难关 非常难以愉悦 你这一关 一定要过去 你说两个大菩萨 回来来鼓励我 点唤我 所以我特别感恩佛菩萨的慈悲 他们知道我多痛苦 不两天 问题出现了 完全应验了 出现了以后 我实在是生存不了 一夜之间 就起了这两块班 起这班是什么感觉 晚上躺在床上 就像那青草发芽一样 你都觉得嗖嗖嗖嗖嗖嗖 就好像往外穿一样 第二天早上 照镜一看 两块班起来 这个红半浪窗的特点 就是对称图形 你要这边起一个 这边保证起一个 你要这脸蛋 这起一个 这盖保证也得起一个 它全是对称的 就起来了 现在你看 都快两年了 就掉在现在这种程度 多么顽固 所以我说人呐 不能生烦恼啊 你那一次烦恼 就能让你痛苦 好长好长时间呢 你说这 我说这个班 你最好别掉了 你就搁这掌着吧 对我是一个警示 我不太爱照镜子 但是偶尔都要照镜子 我就知道 我这两块班是怎么来的 那就我就不生烦恼 少生烦恼 他对我是一种警示 就是这样 后来就是这一关 我真觉得过不去了 完了我就跟我来的 雕局势 因为我俩经常在一起绕佛 我说雕啊 我这一关实在是过不去了 我这人就是 什么事都公开透明 我不隐瞒 我也没有说家丑不可外扬啊 我没有那种概念 我到刀刀 我都跟他刀过了 我说这一关 我实在过不去了 完了小雕 跟我说了什么话 所以现在我都非常感恩他 是我身边的一个大护法 大善之士 他非常严肃的跟我说 刘大姐那不行 这一关你怎么你得过 你过不去能行吗 我们还等着看 你给我做榜样你 几句话说的我 很震撼 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那么多佛友看着我 03年这张光跌出了以后 我就成了名人 人家都看着我怎么修 你怎么能修成 我们好看你那样子 哎呀我一心这一关 我要过不去 我就堆碎了 坦位了 我给人做什么样子 影响多少人呢 真是这样的 所以我一下子吧 就好像振作起来了 不行 这关我一定得过 心一发 这个信息一坚定 这关我就过来了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我最近这七八个月 非常快乐 就是从那一关过了以后 到现在我就 真是发泄充满 成天乐乐呵呵的 那个问题我就想 各有各的姻缘 无论是夫妻也好 儿女也好 各有各的缘 这一生已是凑在一个家庭 就是来了这个缘了 恶缘也好 善缘也好 你都要了 都要坦然去面对 后来我就 琢磨老法师说那句话 说逆境 是佛菩萨安排的 顺境也是佛菩萨安排的 既然你把自己交给 阿弥陀佛了 一切都佛菩萨了安排 逆境顺境 都是财富 对人 都是一种魔力 我现在我才懂得 那个词 叫历练 过去我不太明白 我通过这些具体事 我才知道 什么叫历练 历练就是历世练心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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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充 ì 상태 ęd 感谢观看